iPhone 15电池容量曝光 安卓崩溃 嘿 小伙伴们 今天我要给你们带来一个 让安卓阵营慌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消息 没错 iPhone 15的电池容量曝光了 顶配居然接近5000毫安 安卓大佬们可崩溃了 他们的大电池黯然失色 有伤慌不慌呢 据爆料 新款iPhone 15系列的电池容量如下 iPhone 15 3877毫安 比上一代增加了600多毫安 iPhone 15 Plus 4912毫安 比上一代增加了近600毫安 iPhone 15 Pro 3650毫安 增加了450多毫安 iPhone 15 Pro Max 4852毫安 比上一代增加了近530毫安 这些数据让人咋舌 iPhone 15系列电池容量全面飙升 平均增加了400至600毫安 直接锁定巨航冠军 现在连安卓旗舰手机都不敢妄称 与苹果4300毫安电池媲美 更别提与这个接近5000毫安的顶配 相提并论了 而且iPhone 15 Plus的电池容量 已经达到了5000毫安 档位 安卓阵营如果想与之媲美 恐怕至少要拿出 6000毫安以上的电池才行 不过 咱们也不能只看电池容量 毕竟还有底层调校和功耗问题 但是 据说iPhone 15 Pro系列的续航能力 也值得期待 因为他们采用了台积电 3纳米工艺制程打造的A17仿生处理器 实际能效比提升在25%左右 换算下来 相同性能下的功耗 降低了四分之一左右 这意味着 即使电池容量相对较小 却能弥补一部分差距 所以 小伙伴们 当苹果手机的电池容量 不输安卓阵营时 安卓手机的续航优势还在吗 是不是该重新审视一下呢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和官方网站 第一时间获取iPhone 15的最新资讯和优惠活动 快来加入我们的粉丝大家庭 一起追逐科技的潮流吧 iPhone 15电池容量曝光 安卓崩溃续航对决科技界大事件